除了首相和一党中央领袖连番质疑 一党解密文件的真实性 巫统总秘书拿督斯里·阿摩马斯兰也表态 这不过是常见的政治密谋而已 无需大惊小怪动辄调查 然而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卡利诺丁却认为姿势体大 文件中被点名的两位党高层 也就是拿督斯里西山木丁以及拿督斯里·达祖丁 都有必要出面解释自证清白 近期在网上传扬开来的一党解密文件 陆续有更多内幕被揭露 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和当今大马两家媒体报道 一党副主席拿督斯里·阿摩三苏里 以及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达基尤丁两人 曾经密会土团党、斗士党以及巫统这三党的领袖 虽然他们的谈话详情暂时不得而知 但是根据外泄的会议文件截图 与会的两名乌统高层正是担任国防部高级部长的拿督斯里·西山木丁 还有最高理事会成员拿督斯里·达祖丁 面对一党勾结乌统高层策划全度的丑闻 被指主导会议的阿摩三苏里虽然斥责有关文件是垃圾 但也承认确实见过相关政党的领袖 但无法证实就是文件所提及的会议 在虚实难辨的当下 乌统中央领导层选择对窝里反的传闻静观其变 党总秘书拿督斯里·阿摩·马斯兰 甚至以政治密谋毫不意外 轻描淡写的回应事件 他告诉前风报 密室政治早已属于现实 没什么好惊讶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费心去调查呢 而乌统方面目前也没有打算采取行动对付任何人 至于阿摩·三苏里坚持否认指控 阿摩·马斯兰同样直言一点都不意外 无论如何对于是否要揪出叛徒 乌统高层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乌统副主席拿督斯里·卡利诺丁就认为 文件中被点名的两名领袖有必要自证清白 他表明在文件已经公诸愚众的情况下 相关领袖继续保持沉默 只会挑起更多的疑问 倒不如出面解释清楚他们出席会议的目的 不过伊党密谋策反的行径 在他看来并非什么新鲜事 因为打从伊党在两年前与土团党越走越近之后 乌统就知道对方在打什么主意 此外 柔佛乌统疏主席拿督诺加兹兰也认同 打击叛徒不甘手软 他主张乌统纪律委员会应该马上展开调查 传召相关的领袖问话不能姑息养奸 尽管事态严重 但是诺加兹兰依然心慧 这一场密谋叛变及早被揭穿 党员们也因此提高警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